13点29分了朋友们啊 我们接着聊这个国内的这位在格力电器啊 某分公司工作的员工 他反映的被压榨的情况啊 他说呀把人当工具人 不停的让你干活 都入职多天了 到现在为止连个工作服和劳保用品都没有 劳保手套啊口罩啊 是吧这些东西啊 除了上班的时候给发一副手套 什么都不穿戴齐全 什么这个劳保用品啊 不能工作呀 这些都是摆设啊 说你不穿戴齐全了 你不能工作 说这些是假的 玩的假招子啊 最主要的是工资方面 对对对 这说到点上了啊 这说到坑截上了 说到关键了啊 这是那个king key那个关键的钥匙啊 最关键的大家出来为的是什么呀 是吧 当官的人家叫什么千里做官为了吃穿 是吧 三年轻之府 十万雪花银 老百姓也得混个撒宝俩倒吧 是吧 也得挣点脚固吧 基本的温饱吧 对不对啊 基本上都是各种的罚 就是罚款啊 你有毛病 这个毛病那毛病 几乎就看不到对员工的奖励 对呀 你应该是讲诚分明 是吧 做的不好 你罚我 我做的好 你奖励我呀 没有 那么弄了个谁也看不懂的工时计算工资制度 就是不让你看懂 这就叫霸王条款 格式合同 对吧 人家养个律师 法律顾问是干嘛的 如果让你看懂了 是吧 这种游戏 这种文字游戏 那人家还怎么玩啊 人家怎么玩你啊 人家怎么获取超额的暴力呢 对吧 就是剥削 这是 就利用这种资源的不对称 信息的不对称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你原来一个小时 只能生产60件产品 按他的计算方法 你得生产80或者100件 才给你算一个公时 就压榨你 就是计价 这不算计价啊 就是压榨你在单位时间内 让你多干活 多出产品 妥妥的把人往死里用 多付出劳动不说啊 多付出劳动不说 还玩不成他们定的产品 导致工资系数低 一个月拿不到多少钱 其实本质上所有的中国人 在农村的叫农奴 在工厂打工的叫工奴 是吧 都是奴隶奴工 就前些年不是还有记者 什么暗访化妆成那个 那个智力残疾的智障人 到那个那个什么 那黑砖窑打工 是吧 那个有监工打你 然后还不给钱 给吃的饭都是猪狗一样的 本质上全体中国人 是吧 除了个别的那个 什么500个大家族 绝大部分中国人吧 都比没有比那些 黑砖窑的奴工 都抢哪去 对不对 诺贴 贴 C